这部电影可能是张敏被蹂躏最惨的一部了 只见他被这个叫做西门的男人 一把就按在墙上 不停地威胁讽刺 看到女人仍旧如此倔强 男人好似已经失去了耐心 只见他对着女人 直接就是帮帮两拳 顿时女人痛得失声 而男人却没有丝毫怜悯之心 他继续蹂躏着女人 女人到底是什么原因 遭到如此疯狂的虐待呢 故事还要在这天早上说起 达叔和小周正在吃着饭 突然小周说道 我用超能力迎来的钱 不能存起来也不能花出去 只能做慈善 如果不听话将会要到大霉的 可是达叔根本就不信邪 于是小周就把上次捐赠的钱 全都给了花姐 让他好好地伺候老爹 三分钟以后 达叔在房间里面走了出来 正好踩到一块香皂 结果达叔和小周全都掉落楼下 之后达叔提议 让小周拜赌神为师 于是两人突发奇想 用录视频的方式来打动赌神 这边身为赌神唯一的徒弟小刀 此时悠闲地看着电视 突然他就想起自己以前穷的时候 没人看得起自己 所有人全都笑话他 可如今的小刀住着别野 开着豪车 还拥有赌侠的称号 可小周和达叔的突然出现 打破了一切回忆 而小周也在小刀的眼睛中 认出了他是谁 而小刀早就看不了他们的视频 所以也知道他们俩是什么人 也知道他们两人前来的目的是什么 小周把自己装成很厉害的样子 他故意在小刀面前耍着小聪明 而小刀却不以为意 只见他扔出巧克力 然后拿出自己的小刀 胡乱哗啦几下 巧克力全部变成A字 看到小刀的刀法 小周和达叔先是一惊 接着又是满脸的不服气 随后双方又较量了一番 可是他们 还是全都输给了小刀 也就在这时龙武来到 再看到小周和达叔没有想走的意思 随即就掏出枪 小周见状并不害怕 因为他知道龙武肯定不敢开枪 可就在他刚刚暗暗自喜时 一声枪响 顿时就把两人吓得拔腿就跑 头都不回 就在他们刚刚离开后 别墅中又来了一个亮妹 刚一进门 刚好遇到小刀 小刀误以为是小弟给自己找来拜伙的 于是就火急火燎的 让他去到房间洗澡等候自己 可是女人听到他的话后 不惜反怒 直接给了小刀一巴掌 然后又将小刀狠狠地摔在地上 原来这个女人是龙九 也就是龙武的妹妹 到了晚上 小周和达叔在一番乔装打扮下 再次来到别墅中捣乱 不成想被龙武抓住 直接扔到了外面 被扔出来的达叔和小周表示 自己见不到赌神 绝不罢休 监狱中 西门知道 义父是被赌神害得入狱后 于是就找来杀手 要除掉小刀和龙武 此时郑悠闲看着书的龙武 突然感觉到一丝杀气 他赶忙在书中拿出手枪 就和对方互射起来 小刀在龙武的掩护下 急忙跑进别墅 不成想 别墅中也有杀手 一番较量下 小刀成功脱身 这个男人太狠了 只见他对眼前漂亮的女人 无情地蹂躏 女人被揍得失声痛哭 而男人却没有丝毫怜悯 下面我们接着说 而外面的达叔和小周正有说有笑 可就在这时达叔 直接中了一枪 顿时救下的两人 跑进屋子里面 可此时别墅中全是杀手 龙武快速来到别墅 拿出他珍藏已久的机枪 对着杀手们 就是一顿扫射 而小周直接扔出一把枪给达叔 不成想枪正好落在达叔的脑袋上面 还好小刀及时出现 将破门而入的杀手 送去领盒饭 在一番激战后 龙武开车逃离 在路上 不成想被杀手暗算 最终被抓 而小刀则是带着达叔和小周 来到自己曾经居住的老房子中 很快小周 就利用自己的特异功能 找到龙武被关押的地方 随后 他们一行散然来到酒吧 小刀由于害怕被认出 所以就让达叔和小周进去 在酒吧里面 他们认识了一个叫做阿敏的女人 可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最后阿敏居然和达叔坐车离开 回来后 小周伤心欲绝 正好小刀出来 看到失落的小周 在追问下才知道 小周根本就没去找龙武 小刀听闻非常的愤怒 就在这时达叔回来了 小周见状 赶紧上前置问他 昨晚和阿敏去了那里 达叔说 自己只不过就是和小敏吃饭聊天 啥都没发生 听到达叔这么说 小周的怒火才熄了下去 最后 小周还把特异功能传给达叔 让他在阿敏面前好好表现一番 小周还特意告诉达叔 失去特异功能的禁忌 要不然 他的特异功能就会消失 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达叔既然被阿敏算计 也让他和小周的特异功能 全部消失 原来这所有的一切 全都是西门在背后搞的鬼 是他让阿敏故意接近达叔 然后将小周的特异功能破坏 西门的目的也很简单 就是把小刀的实力削弱 就算失去了特异功能 小刀和小周 照样来到西门的慈善会 小刀要想证明自己是赌侠 就必须赢了他 可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赌场早已经不满机关 每一次出手 都被对方看得清清楚楚 既然赌不赢 小刀就拿起电话 给师父打了一个电话 不成想 西门居然用达叔和龙武 来威胁小刀 无奈的小刀 只好忍气吞声 回来后 小刀异常失落 因为他这一次 不仅没能把龙武救出来 反而还丢了自己赌侠的名声 小周看到他的样子 便不停地安慰他 可此时 他们已经身无分文 又能拿什么当赌注呢 可就在这时 一根陌生人的话 顿时重新激发小刀的斗争 第二天一大早 小刀害怕连累小周 便直接将其打晕 然后一个人再次找到西门 刚进赌场的门口 小刀就被拦了下来 原来慈善晚会不打领带不让进 小刀一听 立马拿出自己带来的领带记上 便直接走了进去 西门在看到小刀的样子后 直接一阵嘲讽 可是小刀并没有理会于他 反而向他借了十块钱 西门还挺诧异的 用十块想赢下两千五百万 简直就是异想天开 说着 西门就给小刀二十块钱 可是在拿出钱来后 西门还故意把钱扔在地上 本以为小刀会向他弯腰 不成想 小刀一个漂亮的翻身 将钱拿了起来 此时也正是展现自己赌数的时候了 再吃过一次亏后 这一次 小刀聪明了 只见他把一根牙签放在牌上面 成功骗过西门 这一把也让小刀赢得盆满钵满 看到得意洋洋的小刀 西门都快气炸了 这个小伙太牛了 借来二十块钱 凭着自己的赌数 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足足赢了两千五百万 下面接着说 小周醒来后 就立马和龙九来到赌船 然后两人便分头寻找龙武和达树的下落 不成想 小周在一个房间中遇到了阿敏 他这才知道 原来是阿敏欠了西门的钱 所以才能由他摆布 但是小周 也因为阿敏的热吻 恢复了特异功能 原来爱情的力量有那么强大 很快小周来到小刀旁边 看到满脸口红印的小周 还有那假衬衣 小刀顿时有些猛圈 可就在这时 小周无意间和独眼龙对视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幻觉 在清醒以后 小周这才明白 原来是他在捣鬼 在经过两人一场激烈的战斗后 钟离骰子全部碎掉 可此时 西门来到小刀面前直接说道 比赛还有五分钟就开始了 你现在的堵住差远了 小刀也知道 这样下去 肯定不是办法 他们必须要把那个碍事的独眼龙引开 随后两人分开下注 直接把独眼龙耍得团团转 最终 他们把独眼龙引到二楼 只见小周拿了一堆烟来下注 此时独眼龙才知道 被这两个小子给耍了 此时 小刀已经赢了一千三百万 独眼龙有些着急 就在他回头的时候 直接被小周施了催眠术 只见他在那里翩翩起舞 可此时 小刀还差一千两百万 没有办法的他 只好把所有的钱全部压上 在看到庄家点数比自己大时 小刀不得不使出师傅的绝技 换排成功 最终 小刀赢够了两千五百万 小刀成功参加上扑克王大赛 而独眼龙还想用特异功能偷看小刀的底牌 可是这一次 他想都别想 就这样 独眼龙再次被耍 在连续对局中 不是小刀赢 就是西门赢 很快其他人全都输光离开 这时 西门让独眼龙加入赌局 而小刀则是让小周加入 并且还要想办法让他的特异功能消失 很快在他们两人的配合下 小刀和小周赢得了比赛 这时 独眼龙好像不服 接着小刀拿出玩具枪 直接喷了他一脸 愤怒的独眼龙 直接破口大骂 由于他的愤怒 也让他的特异功能消失 随后 西门让所有在场不相干的人离开 而他将要对小刀他们大开杀戒 最后还好龙武和龙九赶到 而小周也如同战神下凡 将一众小弟打得人仰马翻 随后小刀直接把西门拖到师父的雕像前面 此时西门看到自己大势已去 立马跪地求饶 他还当着所有人的面说 自己是冒充的赌侠 而小刀才是真正的赌侠 最终小刀和小周各自抱得美人归 电影到此全部结束